大少爺 老夫人 在德盛寨去世了 谁干的 我打你过了 是那个牛蒙王干的 小云在干什么 我那个妹妹她在干什么 她就眼睁睁的亲眼看着 那个畜生杀死自己的亲生母亲吗 大少爺 我打听过 大小姐 正在四处找缝 还给那个畜生找媳妇 她还是我们成家的女门吗 大少爺 大小姐 大小姐 大护士 屁股 不许在家的大小姐 你给我滚出去 出去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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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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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送你去你该去的地方 不用送 我自己知道回家的路 等一下 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我想你一定会高兴的 我娘死了 郑夫人 郑微信的老婆死了 是妞儿杀了她 你的男人 杀了我的娘 不可能 妞儿不是那种人 她干嘛杀你娘 我不信 信不信没用 既然你男人把我娘杀了 那我也必须要杀了她的儿子 一命第一命 不不不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向你们有意见吧 不可以 张天芳 不不 大少爷 孩子是无辜的 那我娘就该死吗 她是一个只知道 痴采见法的女人 她是一个从来不杀生的女人 不是你 你为什么 我要看看这个孩子 是不是像她爹一样 也是一个猪狗不如的东西 你不可以 你不会的 我是爱你的 我也说了 我不是爱你 可是我必须想 生就我亡的孽狗 我不杀了她 我娘会死不游户的 大少爷 我求求你 求求你 这都是他们逼我的 这是他们逼我的 放开 我说了 我说马特 马特 我说马特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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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我 太学习了 救命 你 我 我 我 太久了 是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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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走着那山高 我往拐杰捡柴烧 美的柴烧我来捡 美的水池我来跳后一后黑 别瞧瞧 你抬门退完了吗 知道谁叫拐杰吗 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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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叫我班长 我现在连战士都不说 你还真把军装脱了 小看我了吧 有点 你没娶过媳妇 你不懂 缝儿为了嫁我连死都不怕 可是 班长 你听说了吗 说 郑队长的娘死了 谁 谁死了 郑队长的娘 咋死的 用铜撞墙 流血流都死了 啥时候的事 我可以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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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说吧 这地主婆都该上 不过话说回来了 她是郑大姐的娘 怎么说 也算是红军家属吧 车古老 兄弟 我没想杀她 你知道吧 我 我是说过郑家人该死的话 但是我真没想杀她 我没想 我肚子里头有脑筋 我知道谁该杀 谁不该杀 谁说你杀她了 我不跟你说了吗 她是自杀 不过 这话说回来了 你想啊 那明晃晃大砍刀架脖子上 别说是个女人 就是一个老爷们 你够强 那大小 郑小云是咋说的 她呀 一天没吃没喝 没说话 我去找她 她救我的命 女人不能杀 女人的情也不能欠 好 我看你这把枪 你就是用这把枪逼的命令 救了我的命 可是现在你逼死了我娘 我是逼过她 可是我没有想过她死 可她现在已经死了 我要杀了你 我要替我娘报仇 我的命什么救的 你要想要 当去吧 你也以为我不敢 那你还等啥呢 别手软 开枪吧 是你逼我的 一命长一命 开枪吧 兄弟 你干什么 兄弟你别过来 别过来 开枪 开枪 我逼你 把枪放下 爸 轩隼 我滚了 你不想要 我也要 你不想要 那我 你不想要 我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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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动 想着把它拦过来就行了 可是真没想到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 但是有些话 我该说还得说 你刚才的做法 太冲动了 你是个共产党员 是个红军战士 你怎么拿枪对着自己的同志呢 我娘死了 她虽然是郑家的人 可是她从来都没有伤害过谁 你要是冲动 那是因为她刚刚参加革命不久 她的心还没有真正的融入 这个革命队伍 可是秀允你呢 你参加革命早 觉悟也应该比她高 你就没有考虑过这样的后果吗 你说说看 如果你当时真的一想把牛打死 那战士们怎么想 老百姓怎么看 我们都是有感情的 但是我们不仅要讲私人感情 更要讲阶级感情 如果说 牛的这种做法 应该批评教育的话 那么你这种行为呢 就应该受到处分 那就出发我吧 小云 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我真的很理解 我想大家也很理解 毕竟 是生养自己的母亲 可问题是 小云 你记住我说过一句话 革命是痛苦的 这种痛苦 不仅体现在身体上 也体现在心理上 更体现在 我们的感情上 这种痛苦的 对不起 从那以后 我妈和牛这两个曾经的恩人和战友 成了一对再也无话可说的冤家 红军在紫云香的那段时光中 已经回到部队的牛 依然在固执地寻找份 却一直没有他的下落 之后不久 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 对工农红军进行大围剿 红军被破撤进山里 中文字幕后 快速去处理 陈葫芦 你没事吧 陈葫芦 我没事 处理一下 快 快 逃亡到河南的郑维新 不惜重金组织了自己的反动武装白枪会 在反动派军队的协助下杀了回来 马鞍县 紫云香 已经红了的天 又被白色的恐怖 所以河南的脑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他俩带上来吧 让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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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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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见没有 叫起 今天是处理程家的事 跟你没关系 谁说跟我没关系 我也是程家的人 我是程妞儿的媳妇 我们程家 没你这样的造不行 滚 你给我滚 你听见了吗 花儿都不好使 啥也没听见 你把他们放了 有啥你就冲我来 走吧 这的事跟你没关系 我不走 叶 叶 我来了 来吧 一起上 好 既然你来主动找死 那就成全你 把他绑进来 快看 站住 打他 别 我说过 别人能死 他不能 你没听见他刚才说的话吗 我不能让他死 不是 我知道你不怕死 听话 先危机 在郑家来等着我 这样的女人你也要吗 这是我自己的事 你又杀了我娘 命是一定要尝的 我可以考虑给他们留个全室 让他们死得舒服一点 我说了 要活一起活 要死一起死 他们肯定活不成 你是我的人 我也不会让你死 芬儿啊 你能眼睁睁地看着两个 让人被活活地烧死 落过死无全尸吗 我不管 我活着不能消禁他们了 我死了呢 我死了 总能跟着他们了吧 我说过你死不了 程天风 你说我不能死 我就不能死了吗 你输了不算 你不最心疼肚子里这个孩子了吗 你不最心疼肚子里这个孩子了吗 他是程家的猪 你不想要了 你不想要了 张天风 你不让我死 张天风 你不让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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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赢 爹 娘 不管你们认不认我 我都是程家的儿媳妇 其实 风没本事 救不了你们 可是 我 我真的不能不救肚子里这个孩子 你们要相信我 你们要相信我 他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是 程家的小伙 是牛的骨肉 你们相信我 啊 爹 娘 要不是为了女孩子 我才不会 我才不愿意勾携头 生活到今天呢 我告诉你们 我不怕死 可是我怕心痛 我不管 不管他叫什么叫我 叫我狐狸姐也好 叫我什么心疼 我都不管 我不在乎 我 但是我相信 一会儿他一定会信我 他一定会信我的 爹 娘啊 我对不起你们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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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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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你还想娶风儿 她是我的女人 一辈子都是 不行 我坚决不答应 老娘 缝呢 在陈家的坟上呢 老爷大少爷都放心 我派人看着呢 跑不了 把他给我请来 他答应了 就该履行诺业 去 老爷 你给我站住 送大少爷回房间休息 没有我的吩咐 不能离开房间 半步 快去 是 知道了 没关系 大少爷怎么样 老爷 你瘦了怎么养了 这么一个不孝的儿子 老爷 大少爷感情专一 那是他心地善良 老爷 我有句话 不知当奖不当奖 奖 老爷 干脆答应大少爷算了 屁话 我正家就是段子绝孙 也不能娶那个女人 老爷别生气 听我把话说完 大少爷 想娶凤儿 那是一厢情愿 凤儿不会答应的 凤儿是什么脾气 我们都知道 他要是答应做镇家的大少奶奶 那就不是他了 大少爷在那 一厢情愿 谁挡也挡不住 既然挡不住 老爷何必强行阻止 伤了老爷和大少爷的和气呢 不如顺水推舟 答应大少爷算了 让凤儿去拒绝大少爷 老爷落个父子平和 大少爷呢 他一厢情愿 不死心 也无济于事 两全其美 大少爷 已经按你吩咐地做了 你呢 该进的校也进了 现在该你 履行自己说过的话了吧 我们大少爷说了 你已经不是陈家的人了 就不该为陈家守孝了 曾家已经把所有都准备齐了 三天过后 就娶你过门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回去告诉你们大少爷 我缝儿嫁猪嫁狗跟他没关系 这可是你说的 我说的 好 你可说话要算数 我说话从来都算数 大少爷 我再三相劝 他就是不从啊 实在没办法 老爷那边呢 又爱着心切 把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 你看 他说就是嫁猪嫁狗 也不愿意做郑家的少奶奶 是这么说的 嫁猪也好 嫁狗也罢 反正他是要出嫁的 他不能再和丑牛做媳妇 郑家和程家的仇事 不共戴天啊 大少爷 嫁猪嫁狗 那倒是空口白牙的废话 我呢 倒是给他准备了 一个合适的人 大少爷 嫁给他 比嫁猪嫁狗更难受 让他身不如死 干得不错 谢谢老爷夸奖 事情办妥以后 我一定劝大少爷 把春女收到房中 到那时候 咱们可就是亲家了 谢谢老爷 老爷恩德如天 所谓 …… 朱伟乡林 这几天竟打仗了 搞得人心慌慌 不过大家不要害怕 今天请大家来 是想让大家做一个见证 一桩喜事 郑家的屎皇丫头 份儿要改嫁了 这是她的事 也是我们郑家的事 我郑天峰 要亲自为份儿 主持这个婚礼 请大家来见证一下 关家 请新娘子 是 请新娘 爸 你让管家带的话 我都听到了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从不勉强你做 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答应你 但是我们毕竟相爱一场 我一定要为你找一个 能说得过去的人家 你说是不是 管家 秦新娘 这不是花子汉吗 我家的怎么吃汉 芬儿 她跟郑家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花子汉 你不说你一直都喜欢芬儿吗 本少爷今天做主 我把她嫁给你 你高兴吗 叫花子 叫花子不敢 为什么不敢 叫花子不配 可是你从前没少纠缠她呀 我不是人 我就是个畜生 说你是人 你就是人 我听大少爷的 歌牌 还不合着 如果你现在后悔 还来得及 还来得及 喜好 你不想去 那么就让我们大家 祝福二位新人 管家 良辰即日 可以拜天地了 上天爱你啊 那天 紫云香被逼来 参加婚礼的人不少 人们都目睹了 这场既让人恶心 又让人疼心的婚礼 不然就是这样 被逼迫嫁给了所有女 都宁愿去死 也不会嫁为的人 那是紫云香 甚至麻鞍县 卢氏以来参加人数 最多的一次婚礼 也是最让人 出目惊心 惨不忍睹的婚礼 奇怪的是 芳儿竟然没有反抗 没有寻死 没有哭泣 她默默地接受了 这个天底下 最恶心的丈夫 默默地接受了 这个残酷的现实 大少爷 喝杯茶吧 我没有哭泣 我没有哭泣 走新郎新娘入洞旁了 胡奶奶 进去吧 你不看别的看肚子里的孩子 你活够了 他还没世上走一遭呢 好死不如赖活着 孩子七八个月了吧 你一赌气走了 一样没人了孩子 心里通常一把刀忍吧 走 进来 走 花的汉你给我听好了啊 把人给绑好了 没有大少爷的吩咐 不能松绑 吃住都在里边 现在他是你的人了 你随便怎么处置都行 但要是他跑了 小心你肩膀上的尿罐子 点天灯 听见了 你先做点委屈吧 他们不走那绳子 没法解 花子海 你杀了我吧 你做我媳妇我杀你干什么 做你媳妇还不如死了呢 是你说的嫁猪嫁狗都行 你是抬举你自己呢 还是遭见猪狗 好好好 我祝我不如行了吧 在啥 你好生待着啊 我出去讨见医务 讨口饭 咱们吃吃啊 你别想逃走啊 也别想不开 你现在不是一条命 你是两条命 啊 阿谭你去哪 哎呀 逃口饭吃啊 哪有刚娶媳妇 就饿死新娘的道理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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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